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7号星期四 亚洲时间是10月8号星期五 美国中央情报局7号表示 已经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高级别小组 专注是对抗中共及其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 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强调 这种威胁是来自中共政府 而不是来自中国人民 日本气象厅表示 当地时间7号晚上10点41分左右 首都东京以东的千叶线发生了5.9级地震 震源深度是80公里 东京有强烈的震感 一些子弹头列车服务被迫停摆 7号早上3点左右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都之省赫尔奈地区也发生了5.9级地震 美联社报道说 至少有一个煤矿和几十所房屋倒塌 目前造成至少23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估计伤亡数字可能还会攀升 诺贝尔文学奖7号揭晓 英国后知名文学教授 作家阿卜多拉扎克·古尔纳获得了这一殊荣 73岁的古尔纳退休前是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 1994年出版的《天堂》 记录了他1984年的《寻根之旅》 这本书让他是一举成名 蔡英文7号给到访台湾的法国参议院台湾友好小组主席阿兰·理查 颁授了特种大寿清军勋章 表彰他对台湾的支持 当天正在台湾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卜特表示 他访问台湾的目的是要协助台湾结束在国际上被孤立的情况 截止到美东时间10月7号下午1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45万4,323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3,704万7,976人 单日死亡是7,774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483万9,378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突然在微博发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帖子 其中有一句屁股决定脑袋 似乎是在借古典暗批北京当局 这更加折射出曾庆红在和习近平的权斗当中 已经落败了快要完蛋了 今天还有一个在网络上非常火爆的消息 习近平的老家陕西出了一档事 一名没有病的未成年女孩被推上了手术台 而且还做了宫颈手术 似乎又是莆田戏 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曾庆红的侄女花洋年集团的掌权人曾宝宝 突然发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微博 10点34分 曾宝宝在微博中写道 专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 屁股决定脑袋的决策 交给屁股做的最定的那个 其他起嘴巴舌 致谢不虑 心稳私沉专注 曾宝宝发这个微博 它究竟是在表达什么呢 要说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得先说说其中最吸引人的那句 屁股决定脑袋 分析一下这句话 会发现这里边呢 其实既有薄异色彩 又有贬异色彩 但是贬异色彩更重一些 这句话我们知道是出自红楼梦 甲宇村在断案的时候想呢 说原来当官没别的诀窍 无非是看脑袋指挥屁股 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这就是说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呢 脑子里面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相应想法 一个人所在的岗位和平台不同 那么他对同一个事物 或者是同一件事情 看法就不一样 认识到这一点 就会做出实事求是 科学合理的判断 也就是一些人常说的 位置决定想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句话是有褒异色彩 不过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用这句话的时候啊 是使用了他贬义的那一面 也就是把自己的脑袋当做屁股用 放在别人的位置上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批评那些 在什么位置上 说什么话 办什么事 而没有一个统一立场的人 再说头一点就是 批评一个人选择 对自己的位置 有力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一件事 分析了这句话呢 自然也就可以看出 曾宝宝的这个用意了 自由亚洲引述一位 食品人士的说法 这是曾宝宝借用 《红楼梦》的典故 大胆暗批领导人 反映出他十分不满 这位食品人认为 对当政者不满 对中共当权者不满 这些涉政治言论 本来是禁忌 仍然不时出现 显示出当政者所作所为 已经引起了很多 不同派系的人士不满 其实对北京当局的批评 我们知道 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体制内外一直有 特别是中共的十九大之后 这种声音显得越发明显了 但是曾庆红家族 大家都看到了 一直隐藏的比较深 以前是先有曾家人 冷嘲热讽的消息出现 但是现在曾宝宝出来 开骂了 这就不一般了 是不是习近平打虎 已经逼近了曾庆红 曾宝宝沉不住气 才出来用按点按骂呢 这颇有一番狗急跳墙的感觉 我在四号的节目中 通过三个迹象分析了一下 曾庆红家族可能情况不妙了 哪三个迹象呢 一个就是小燕的赵薇 被列入了政治问题 这样的一个艺人行列 而在一个月前 赵薇双臂搂着曾庆怀胳膊的那个照片 突然在网络上流出 另一个就是成龙之子房祖明 也被全网封杀 成龙是被看作曾庆红手上的 头号王牌 第三个就是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 生意不顺 花样年在卖身自救 特别是这第三个迹象 曾宝宝把旗下唯一盈利的优质资产 上市公司采生活物业 卖给了碧桂园这个消息 让许多人侧目 就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一帖 曾宝宝在微博当时贴出了 黑暗对峙的剧照 似乎也证实了外界的猜测 曾宝宝的公司已经陷入了困境 大家知道 华阳年是在1996年成立的 当时正是曾庆红任职中办主任的时候 也就是说 曾宝宝是靠着曾庆红这个大叔 搞解了房地产业 在江曾势力强大的时候 曾宝宝的生意 一直是顺风顺水 捞到了大笔的钱 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 大生意的好坏 通常是反映着背后势力的掌与落 它是背后势力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如果生意不顺 那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 背后势力可能失势了 金融学者陈友诚对自由加州表示 曾宝宝这个微博 反映了曾庆红派系的权力斗争中 已经失势了 曾宝宝可能是在暗示 有意逐步放权 出让花样年的股份 陈友诚分析 曾宝宝说 交给屁股做的最定的那个 明显说明他的靠山好像已经靠不住了 现在只有习近平或在19大18大后当权的这一派 他们的屁股和靠山才是最稳的 花样年以后可能要拱手 让给公私合影或者是被收归国有 这就是向当局示弱的意思 陈友诚认为 现在习近平的这场整治贪腐运动 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权力当中的一场大洗牌 习近平打击江泽民 李鹏 曾庆红等等这些家族势力 是通过先查他们的经济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各个领域的投资和持有的控股 最终把他们从这些政治影响力版图上 彻底的清除掉 那如今曾宝宝出售资产 已经是风光不在的表现了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靠山在权斗当中 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曾宝宝出售资产来以求自保 这正是他靠山节节败退的表现 曾宝宝的靠山当然指的就是曾庆红 按陈友诚的分析 就是说曾庆红在跟江泽民的这个权斗当中 落败了 要完蛋了 所以曾宝宝才出售核心资产 甚至可能花言华会变为国有 也因此他才在微博当中开骂 不过这场戏还没有结束 我那天就说 大戏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看看曾庆红什么时候被抓 再说另一个今天非常火爆的消息 今天习近平的家乡陕西有一桩丑闻 长时间被顶在微博热搜 安康市一名没有病的未成年女生被推上了手术台 莫名做了手术 而且那手术当中医生停下来 让女生想办法筹钱 但是不能给家长打电话 也不能下手术台 这个惊人消息曝光以后 当局成立了调查组 然后在今天发出了新的通报 通报中表示 涉事医院不存在虚假手术等问题 只是一封一德不端正 需停业整顿 通报中表示 停止组织医生曹某某职业活动 约谈并责令医院院长辞职 责令医院严肃处理业务副院长 科室主任和曹某某 通报中还表示 患者及家属已经和医院就纠纷 自行沟通协商一致 我注意到了 有一位罗医生 在台湾的新浪网还发文表示 声称当局对这起事件 处置迅速力度也很大 不存在网友曝光的那些严重问题等等 这位罗医生还表示 从通报的信息看 涉事医院和医生不存在手术中签字 虚假手术的问题 不过罗医生也表示 这家医院也明确存在 管理不规范 告知不到位 一封一德不端正等问题 我不知道这位罗医生的真实身份 但他的这个文章 似乎是在为当局洗白 因为从我们的经验来看 在出事以后 当局的通报往往都是避重就轻 或者是真假结合歪曲事实 仅仅根据当局的通报就说 网友曝光的问题不存在 这未免有失稳妥 我们先来听听这位无辜女生家属的说法 网络上有一段视频 是点时视频对那位女生家属许先生的采访 视频应该是经过了剪辑 但是也基本上可以听明白家属的意思 这个检查手术台的时候 他们让姑娘签字交费 她说是你可以问你的同学借钱 姑娘说我要给我家长 我妈打电话 他们说是你不需要给你妈 给你家长说 你现在可以用花呗 我们先坐 现在已经上手术台 下了手术台 你是可能就是血流不止 孩子在他们空间的时候 拿了手机 让同学给他母亲发个信息 他的母亲赶到以后 才去和他的姑娘再见面 我这里先说明一下 视频中提到的花呗 全称的叫蚂蚁花呗 是马云旗下蚂蚁金服 推出的一款消费信贷产品 申请开通之后 可以获得最高5万元的消费额度 也就是说让人们先消费 然后再付款 这款新贷产品 是从2015年4月上线 然后就受到了80到90后的 这部分人群的消费者 他们的喜爱 最初主要是用在天猫 淘宝这些方面的购物 没想到现在在大陆的医院 也开通着这项业务 从许先生的说法看 这个问题不像是当局的通报那样 也不像罗先生洗底的那样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查略了大量的资料 发现网上非常多的消息 绝大多数的消息都是区域一致的 其中武汉九派新闻梳理的是比较清晰 还原了整个事件的脉络 10月4号 学生家长徐女士反映 放假在家的孩子陆某甲 浏览手机的时候 跳出了一个陕西安康兴安医院的 医生咨询窗口 当时陆某甲刚好身体是有点不舒服 就顺便点开想咨询一下 但是对方没有回答陆某甲的问题 不断的要求他到医院去咨询 17岁的陆某甲 就来到了位于巴山中路的安康兴安医院 之后有一名医生开了两份检查单 检查完之后 医生示意护士将陆某甲带到手术室 继续检查 被带进了手术室以后 那名医生直接就给陆某甲做了手术 而陆某甲认为 这是医生在做例行检查 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做了手术 直到医生拿来了单子让他签字 陆某甲才感觉不对劲 让陆某甲签字的单子 是手术同意书和费用单 惊恐当中的陆某甲 马上就要求下手术台 给家长打电话 但医生不允许他给家长打电话 也不允许他下手术台 声称下手术台血流不止 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让陆某甲有多少钱赶快交 陆某甲交出了所有的 1200多块钱人民币 但医生说不够 让他赶快给同学打电话借钱 陆某甲联系了几个同学 都没有借到钱 这个时候医生又让陆某甲 在手机上通过花呗借钱 并让他签一份欠款单 说手术结束以后 想办法补齐 在电话联系借钱当中 陆某甲趁着医生不注意 给同学发了个信息 请同学告知自己的妈妈 同学也感觉不对劲 因为陆某甲借钱这个数额很大 而且语气是惶恐焦躁 认为陆某甲可能是遭到了绑架 就电话告知了陆某甲的家长 当家长赶到医院手术室的时候 医生这才草草结束了手术 家长当即就质问医生 孩子还是未成年的学生 为什么做这么大的手术 不通知家长 孩子要给家长打电话 为什么不让打 为什么把孩子弄到手术台上 中途让打电话借钱 为什么又到孩子在花呗借钱 手术同意书 为什么不在手术前签订 家长非常气愤 这个心安医院的做法 可是当他们看过了 检查报告单之后 这个怒火烧得更猛了 因为手术同意书上 所谓的坠生物根本不存在 坠生物就是我们俗称的吸肉 在心安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上 有这样的字样 超声提示 右侧卵巢卵炮样灰声 考虑多囊卵巢盆腔基业 大家注意 心安医院的这个报告单上 只提到盆腔基业 并不是坠生物 所谓的吸肉根本不存在 家属找到医院的林院长 林院长要求业务院长来处理 家属除了提出上面刚才的那五个问题之外 还质问院方 为什么检查报告单上没有坠生物 还要切开做手术 这种虚假手术 是不是只为了多收钱 而不过孩子的健康 视生命为儿戏 面对家属的投诉 业务院长轻描淡写地表示 会对医生手术不规范的问题进行处理 该罚款的罚款 该开除的开除 就是直字不提医院应该承担的责任 家属当然不满意了 于是在第二天 家长就带着孩子去了安康市的中医医院 重新做了一次检查 发现兴安医院检查报告单上 所说的症状根本没有 安康中医院的超声报告单上 超声提示中写道 子宫及双腹剑区 生象图未见明显异常 下面还有检查医师李娟的签字 什么是未见明显异常呢 我不是医生 对医学知识也不太了解 我呢就简单咨询了一下 身边那一位以前从事医生职业的朋友 朋友告诉我呀 未见明显异常呢 这是比较严谨的说法 医生不会百分之百的告诉患者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呢 未见明显异常 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切正常 我也注意到一位疑似妇科医生 在网上写下了一段话 盆腔及夜市很多不良医院 吓唬患者的手段之一 因为病理性的盆腔基液 确实意味着复合病 也可能影响生育力 但其实出现少量盆腔基液是正常的 这位医生表示 出现盆腔基液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部分正常女性 在月经期或排卵期会有少量的盆腔基液 另一种是便秘患者 由于肠蠕动不正常 可能会引起少量的肠液渗出 导致盆腔基液 这位医生特别表示 盆腔基液量少 基液在一厘米以内属于生理性的 过一阵子就消失了 生理性的盆腔基液是不用治疗的 综合上面的多方信息 很显然17岁的陆某甲非常无辜 在检查没发现问题的情况下 宫颈挨了一刀 身体受到伤害不说 更主要是医院先做手术 手术中要求陆某甲签手术同意书 并且要求他四处借钱 给大家讲个曾经听到过的段子 说有一个人去看病 挂号之后大夫说 看不了 得挂专家号 请专家来看 第二天这个人花了200块钱 挂了一个专家号 进入诊室发现 专家就是之前的那个大夫 这个人很大闷 就说进步够快的 一晚上就成专家了 大夫说我本来就是专家 昨天是替别人值班 病人说那你昨天替我看了 不就行了吗 大夫说你得的是200块钱的病 挂普通号才15块 昨天给你看了医院亏了185 后来专家让这个人做了一个化验 看过化验单之后 专家说什么事没有回家去吧 病人就问昨天不是说很严重吗 专家说大夫说很严重 专家说没事 现在是反过来了 医疗设备检查没有病 但是医生认为有病 并且不容分说就直接手术 我注意到了网友在微博上的各种留言 有的说那名医生是无良医生 有的说兴安医院是无良医院 还有的说这是谋财害命 丧尽天良等等 说什么的都有 那说了这么多啊 我们聊聊这个兴安医院 这个兴安医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家医院呢 有网友表示 好家伙这是手术啊 我还以为是无良莆田医院抢劫呢 另一位网友说 有生之年能看到莆田系医院 全部展讨出根吗 网友都提到了这个莆田系医院 那么兴安医院是不是莆田系呢 中国经营报查询了这家医院的 股东名单和法定代表人 没有区分出这家医院是不是莆田系 但是报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兴安医院和安康市福建商会 官网发布的历史信息可以知道 兴安医院董事长是林向阳 这个林向阳有多个身份 他同时是安康市福建商会的副会长 安康华兴妇产科医院的董事长 还有安康市工商联第四届职委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 兴安医院在2018年12月成立 目前有三个股东 分别是林玉腾 吴建波和陈国明 这三个人的持股比例是67% 20%和13% 中国经营报的记者了解到 兴安医院与安康华兴妇产医院 两下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企查查官网显示 华兴妇产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就是林向阳 这家公司也有三位股东 分别是林向阳 苏庆云和陈国明 持股比例分别是38.46% 38.46%和23.08% 在林向阳曾任法定代表人的 关联企业当中 安康兴安医院现在已经注销了 2016年这家企业的名称 从安康协和医院变更为 是安康兴安医院有限公司 现在一直经营 2019年 林向阳曾以公司董事长的名义 参加兴安医院的新年晚会 同年5月还参与接待了政协委员的调研 从上面这些信息我们又可以看出 虽然没有明确信息表明 与兴安医院就是莆田系的这个关系 但是林向阳的身份也已经说明了问题 很可能这又是一家莆田系医院 大家应该还记得 有个魏泽西事件 这个魏泽西啊 他根据百度推荐的广告呢 就去了武警北京总队的第二医院 肿瘤中心干什么呢 尝试所谓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 在付出2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医药费 还有大量的时间之后 却没有得到任何效果 最终不幸离世了 而这个武警第二医院 就是被莆田系给承包的 中国经营报报道中还指出 林向阳旗下的医院多次受到行政处罚和被起诉 原因多是因为医疗纠纷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判决书当中显示 患者胡某2018年到心安医院做无痛人流手术 手术中出现大出血 紧急抢救后转入安康市中医院继续治疗 根据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 心安医院存在过错 患者后来被定为是十级伤残 心安医院要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判心安医院承担胡某术后的治疗损失 11.53万元的65% 也就是7.49万人民币 赔偿胡某的精神抚慰金4000元 举世闻名的长津湖战役 美军是以此为傲 所以打过仗义之后 颁发了史上最多的勋章 而中共也把这场战役宣传成 是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胜利 但是战后 中共却撤销了参战兵团的番号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 就跟大家聊聊 这场战役的几个场景 看看毛泽东是如何一手制造 这个超级惨案的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双斜线 慕阳朔.com 还有一个是 http-双斜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并且希望您在视频下方 分享您的观点 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更希望您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能够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的声音 感谢您的帮助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